政府在就楼市落药,部分业主趁楼市仍在高位,先行减价只赞离场,其中将军澳进行二旗一个三房单位,减价20万元以930万元售出。 原业主持货三年账面获利约230万元或约32%。 美联物业行营业经理林志堅表示,日前特首公布新楼市措施,遗免影响换楼计划,业主决定只赞离场,经一轮土价还价,最终业主减20万元,以930万售出进行二旗三座低层H室。 单位实用735方尺,属三房一套间隔,实尺12653元。原业主于2015年6月以700.4万元一手买入。 持货三年获利229.6万元。 其内升值于32%。另有业主不惜支付额印沽货。 美联分行营业经理郑志堯表示,沙田第一乘38座高层H室,实用304方尺,以585万元逆手,实尺19243元。 原业主于2016年8月以385万元扣入。 现账面获利200万元或百分之52。 维持货未够三年,需付楼价一成额印。 扣除纳税后账面获利141.5万元。 市场消息清。 清衣营翠半岛四楼商号车位。 最新以275万元沽出。 创区内车位新高成交价,原业主于2001年以40万元扣入。 持货17年账面获利235万元。 期内升值约5.9倍。 请不吝点赞 访 %334万元。